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點贊 訂閱 分享 我兼得可以訂閱我的洞洞仔 如果我們沒有錯過任何進階拳 就再去新動向和追加實戰 影片開始 那五代都說了那些事 Hello 五代球員大家好 我是黃立仙 今天這條影片為了帶來的 五代隊長的一個天賦視頻的演示 真的等到他很久了 其實嚴格來說他還沒出 只不過現在是有預購禮包 到時買他的資料會有折扣 這東西是怎樣的 首先你60點券可以買到折扣券 這個折扣券就是減300點券 這個300點券是下星期五代推出的時候 如果越多人買折扣券 最多是1388點券 再加上你減的300點券 到時是1088點券 你就可以買到五代的資料 你可以入手這條球員 這東西大家自己看著狀況來買 五代這個球員本身要用兩個水晶 我的狀況呢 我只有一個水晶 所以我很確定到時候要買一塊 大家如果已經有兩塊水晶是可以不需要買的 反正就是這個意思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五代的資料 先看看他的球衣 果然就是沒有第二件的 真是慘了 穿到衣服很涼濕都不能換 再看看這個基本 首先第一個就是各自隊的隊長 這個是加三分和抗擾 OK的屬性 不過這個是雜貫尺目 這就有點貴了 再看看另一個就是各自隊的外圍射手 加這個鐘頭和三分 都是OK的 加得分能力其實都不錯 而且這一部分比較容易臭 另外這個就是那三位同學仔 加這個鐘頭和全控 叫做不斷耳 另外這個就是和南鄉的同隊 這個是加跑動 總共加六點跑動 這個OK的 這個真的可以 加六點跑動其實都挺好用的 而且只要一個人就可以拿到六點跑動 比較簡單又實用 最後這個就是和英木這個死對頭 哎呀就是英木搞到他要離場 最後這個加全控 OK啦加一點宿命感 然後再看看這個屬性 點開這個才是他的初始屬性 我跟大家表現出來 我個人比較在意的屬性 首先中頭和三分 初始105加潛能之後 去到104-105絕對沒問題 全控95 怎樣 三分射手全控高 防凸球防撻球OK的 另外比較在意的就是 他搶段有85 應該是跟他天賦的招有關 另外一件比較在意的就是 他的跑動有85 加上如果你有南鄉的話 是加多六的 這樣就變成有91跑動 喂一個射手91跑動 其實真的非常有發揮 那跟著來看看他的天賦招式 最近第一招看起來 第一個是他的突破技能 叫望月切步 名字好像很厲害 首先第一個是頓步跨客突破 那這招是會一下兩下三下 是有三段接了一下 不過速度是看上有些慢 應該開過加速就跟得上 附屬性減低被撞機率OK 這個突破強化就是 強化普通突破的速度和距離 這些強化通常都是簡單實際 都可以紮實的 那關鍵來了 這裡說明預備動作是不會被搶斷 其實預備動作只有一輩子 關鍵就是這下是防帝王段 如無以外帝王段是不可以底下馬上抄走你 不過是否要試試才知道 最後就是飛林仁狗會減低冷卻機率 其實都是那句 吃不吃帝王段這個真的很關鍵 吃和不吃這招差很遠 其實自從阿牧出來之後 那些多段突破的選手基本上在他面前 好像那些雞仔一樣 現在有一招說明是不可以抄 看來策劃開始針對阿牧 第二招就是立定猶和三分 那是一個普通的摺射招 沒錯 就是摺到那下立即出手 動作體身比較柔順 那基本上這招跟一般人的摺射模 都比較佳 富術神加這個接波距離OK 沒問題 接波距離長一點 接得更遠更加穩 那另外一個是加這個空位三分 可以啦 對於三分射手來說加這個得分潮能加得越多越好 這個一個橫切頭籃 是摺一下然後橫跳一步 那跟木木和阿神的腳都有點像 不過這些東西都是這樣 就比較行 那後面加上飛臨機制 再加上飛臨機率 這個摺射看起來比較平平無奇 比較佳 再看看第三招突破柔和頭籃 首先第一個就是加了3加2的屬性 首先第一招就是這個儲力彈後fade away 儲力這下會不會有少少多舊魚呢 因為畢竟你fade away其實已經動作慢了 還要儲一下就更加容易被人跟到 不過這個是加抗擾 另外這裡再一次加了3加2的屬性 有點厲害 這個貝雲橫特衛有點猛 他是這個多段突破的一種進攻 他摺了一下兩下三下 也是摺三下的一個三折跳 再看看副屬性 空位3加2 喂可以呀開射3分 這個蠍子擺尾 哇 太棒了 有點帥 也是摺三下的 關鍵就是他最後那一刻是直接彈後 跟剛才那招打橫打那一刻是有點不一樣 最後那一刻就要跟別人猜拳 還可以射3分 這招 喂有一點點呀 真的OK的 那麼後面負屬性是加這個fakelm機制 那麼再下面加fakelm機率 他蠍子擺尾接三下都起碼是3次 那麼最後是fakelm人 再加多次3加2的這個命作率 哇 得分屬性加得有點多呀 那麼下一招是他的加速啦 那麼第一個是加加速速度先啦 第二個是加這個cd啦 那麼後面這個再一次加加速速度 好啊這下應該跑得很快 那麼這個是他這個執波技能 開了加速是會往前一步幫你加速 後面這個是加這個半徑 那麼這一下飛身執波應該是跟高度的波有關係啦 高一點的波他都會撲過去的 哇 OK喔 五代有執地板波這個能力 可以呀 防守能力加些分 OK 倒數第二招是一個防守技能 是一個折球招 第一個是加這個折球機率 OK啊 行啊 那麼下面那個是加折球範圍 哎呀 嗯 我喜歡啊 第三個是折球加速 折球成功自動幫你加速 並且是沒有cd的 應該是可以給你去撿地板波的 那麼後面這個釘防狀態 再加5%折球機率 那麼按了釘防已經加了10% 那麼起碼會不會搞個難路虎比較實一點 不過單挑王肯定要的 我覺得單挑王非常適合他 那麼後面再看看他這個新招 這個跳步 那麼是一個折球的高波來的 反正就是那些又軟又高的波 這樣就越容易折 後面這裡是加這個折球高度 那麼再看看這個折球到手 是只要從背部折球 這個波是必定上手的 為什麼 就是那個特質 小心背後 直接把小心背後 傷了到5代的手上 真的假的 這樣都可以的 後面這個再加這個能量 OK啦 行啦 那麼最後看看5代的帶絕 5代的帶絕 跟影仙和阿牧的比較像 都是屬於強化型的帶絕 那麼首先這個超遠後切 就是往前按一下 然後有霹靈人 好像阿牧那一刻 這個決勝時就是向前按一下 再彈後fade away 無縫連接那個fade away 看起來這些招都比較簡單易用 OK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這招越簡單越好用 那麼這個是加起來 fade away可以直接打到三分線 這個是一個新機制 其實就跟攻擊那個有些像 就是空位必入 不過踩到干擾就頂住干擾射 不過其實帶著頂干擾入的機率 都比普通入球來得高的 那麼這個突擊時刻 是可以cutting你的突破動作 我這招比較關鍵 你真的要玩到很靈活 真的要看這招你用得多好 其實性質就跟雜訓清田的千變萬化一樣 你可以cutting 以及什麼時候cutting cutting之後拉什麼招 真的可以變很多東西 玩得出很多花神 那麼附屬性最後是加上能量的 那麼他的天賦的招大概就這樣了 那麼要點換我們的五代隊長 用的素材大概要這麼多 85張大頭卡是有些多了 那麼要操鑽石也要慢慢操才行 那麼準備說下我對五代的這個看法 那麼首先一樣東西 我個人是非常期待五代的 看完我的影片的人都知道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五代 那麼至於說強盜的話 我這麼說 是打3加2的班友裡面 他最值得期待 那麼其實自從阿牧出來之後 那些多段突破損食的球員 就肯定是個個都沒得發揮的了 不過現在是第一個在突破裡面 說到明第一個不可以秒斷 吃不吃到帝王段 真是很關鍵 那麼其次就是他的那個進攻無阻 哇那些2分3分的那些加了多少 那些得分招式附屬性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他的多段突破 是非常之靈活的 靈活是什麼意思 靈活就是那些招不是死的 好像三井一樣 轉身兩下是不需要出手 出不出手他自己選 什麼叫死招啊 阿神那些就是死招 一個側跳 一是一下就兩下 一定是出手的 你沒得啥的 那好像五代這樣 一段接兩段接 彈後或者橫接 兩分三分都是由他自己選的 我覺得非常之有發揮空間 那條片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那大家覺得五代隊長的表現 符不符合你心目中的期待 將你的感覺和意見 在留言區裡面告訴我 我是黃雷仙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